哈囉大家 我是悠悠 今天這一集不是生活影片 是我要帶你們逛一整集的西松屋 大家都知道西松屋是日本很有名的福音用品店 也是很多日本媽媽幫小朋友挑選衣物的首選 現在1月11到23剛好有一個特賣活動 現在我們就一起進去逛吧 西松屋在全日本都有分店 它並沒有太多的裝潢 很像大型的倉庫 有著琳瑯滿目的商品 店內就有嬰兒推車讓有帶小朋友的媽媽可以方便選東西 一進來就先看到兩排滿滿的衣服 特賣徽宗最便宜的等於一件台幣才91塊耶 來看看91塊的花色大概是怎麼樣 好像都偏素不會太花俏 外套台幣才272元起 這一整面都在出清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雖然是在出清 但目前的款式跟尺寸都還滿齊的 譬如這件台幣一件大概才300多塊 在選購的時候也不用擔心不知道買什麼尺寸 都有提供對照表 這件我之前本來想要幫旭亞買的 那個時候大概1000多塊吧 現在也都在特價700多 還有像這種長袖的 它裡面是內刷毛的 穿起來都很保暖 這吐司的也滿可愛的耶 本來想要幫旭亞買 可是又覺得它現在冬天衣服真的太多了 還是先不要 這件750期 直接用今天的匯率換算 等於台幣一件159 不過買冬天的衣服 最害怕的就是容易起毛球 這時候你們可以看它的聚子纖維指數 指數越高代表越容易起毛球 內刷毛的長褲 換算下來一件大概也在120、130 都還滿便宜的 這個包屁褲也好可愛喔 雖然它沒有在特價 不過價格都還滿親民的 這種毛茸茸的 在台灣可能比較穿不到 不過在北海道的冬天是非常必備 我覺得這套也滿好看的 它是一整套賣的 褲子加上衣 可惜沒有SHURE的尺寸 還有這種 都是北海道小朋友必備一定要的 冬天的毛毛衣 穿起來很保暖又很可愛 旁邊這個是比較薄的褲子 又分7分或長褲 有些衣服掛在比較高的位置 店內也都有提供伸縮感 之前SHURE的那個廚房的衣服 也是在這裡買的 你們看它有這麼多種花色 又有附帽子 那價格大概都是在1600日幣左右 除了衣物以外 這裡也有賣小朋友玩雪的用具 還有卡通款式超級多的便當盒 跟水壺讓小朋友選 一堆日本製的手套 看過這個嗎 小朋友穿在褲館 防止雪跑進去鞋子的防護套 特價的帽子換算下來 80元起跳 帽子一樣有提供尺寸對照表 不過我覺得那個還是參考用的 最好還是試戴會比較準 長袖一整套的內刷毛睡衣 換算下來台幣也不到200塊 尺寸很多 有大有小 只是不同的花色 價格也大概會差距三四十塊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襪子吧 襪子大概都是兩三雙一起賣的 弟弟現在的襪子也是穿他們家的 這一雙真的超優秀 他從SHURE穿到現在弟弟穿都可以 而且他是因為可以拉很高 因為還到冬天比較冷 褲館怕容易往上捲 他這個是比較高的 直接拉到膝蓋 就可以徹底保暖 連襪子都可以款式這麼多 看你要長襪短襪通通都有 再來我們走到鞋子區 光看到這一面有沒有整個 仙眼花撩亂了 不過通常我在選鞋子 比較不會選這種拉鍊式的 會選魔鬼沾的一片穿脫 畢竟帶小孩嘛 講求快速穿脫就好 有在特價的一樣是冬季的雪雪部分 冬天的小毛毯 特價的一百多就買得到囉 在接觸奶瓶消毒鍋之前 我用的就是這個奶瓶消毒釘 很多日本家庭都是選擇用這種 這個是小朋友的洗衣精 阿拉屋是日本的大品牌 我們家也是用這個 再來是副食品的餐具區 我們家的盒子就是用這個 原本是我買錯的 結果還不錯用 這幾個都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國民品牌 這些副食品除了營養豐富 口味多元 每一個品牌都有針對不同月份的寶寶進行調配 弟弟這週來吃個牛肉壽喜燒吧 旁邊另外也有賣可以煮給小baby吃的烏龍麵 義大利麵 一樣有分很多種口味 竟然還有賣小寶寶用的調味料 都是減糖減鹽的喔 吃飯時候用的微豆豆三件組 各式各樣讓寶寶練習喝水的水杯都有 特殊設計不容易翻倒的也有 針對不同月份的寶寶可以吃的米餅 還有媽媽可以親自手做的糕點粉 跟小朋友的零食 應有盡有 弟弟的奶粉就是喝和光糖的 他們也有賣小罐的 在外出旅行也是很方便 或者是先讓小朋友試喝的時候比較剛好 除了單罐裝的也有賣一整組 但其實換算下來價位並沒有差很多 只差一百多日幣 不過通常一組的都會送一個小贈品 再來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明治奶粉 除了整罐的他也有賣這種外出型 一塊一塊裝的 不過我偷偷告訴你們買奶粉我都是去藥妝店買 會比這裡便宜喔 看到了沒 在隔壁的藥妝店直接先省六百日幣 藥妝店裡面也有賣大家都知道的 隔壁的玄印跟生油奶粉 以前序阿就是用這個 是我婆婆買給他的 這一區就是泡澡球 除了泡澡以外裡面有副公仔 而且泡澡球目前都有打九折 這個超可愛的耶 我好想要小飛箱或者雪寶喔 怎麼這麼可愛 怎麼辦玩具總動員的也好想賣 我平常很少看泡澡球的耶 怎麼會在這邊淪陷了 竟然連麵包小偷都用 這個安帕芒的退熱貼 應該也是每個有小孩的家庭必備的 再來是新生兒的衛生衣 通常第一次要買的媽媽應該不知道怎麼挑 我生第一胎的時候也是 那時候根本不會選 買了這種要綁繩子的 結果發現裡外都要綁繩 好麻煩喔 所以我會推薦大家還是買扣子的比較方便 再來是幾件都不嫌多的衛生衣專區 一樣都是兩三件這樣一組一起賣 長袖的衛生衣在特價的就比較少了 除了新生兒時期 我到現在兩兄弟的衛生衣還是盡量挑有扣子的 因為寶寶大概在四個月開始吧 很容易炸死 但如果沒有扣子往上脫的時候 死就很容易沾到頭髮上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都是建議買扣子的優先 我發現熊的圖案好像比較不會特價欸 因為熱賣吧 再來看看一些正在出清的寶寶衣 如果你是新手媽媽不知道怎麼挑尺寸 建議你買50號的 50號是一般新生兒的尺寸 但其實倒還會有點太大件 千萬不要挑到六七十號 有造型的卡通圖案就稍微貴一點 台幣大概在450左右 除了嬰幼兒的衣服以外 這裡也有賣一些孩童可以穿的 看上去大概到小學都還沒有問題 還有一些給孕婦吃的保健食品 更沒有含咖啡因的飲料 看看這個背帶 大媽之後 穿得再美 胸前都會有一個巨大裝飾 在時尚的包也都變成媽媽包 還有孕婦時期要用的托付帶 我光看到這些就不禁回想到之前孕後期 頂著一顆西瓜的辛苦 再來是幫小朋友訓練上廁所的小馬桶 目前秀亞也還在練習中 想問大家的小朋友都是幾歲的時候成功的呢 這個是什麼 小男生練習尿尿的尿桶嗎 太好笑了吧 好可愛喔 家裡有嬰幼兒的爸媽一定知道 尿布真的超臭的 一定要用這種消臭袋 台灣也有賣這個嗎 這是房塵蠻跳肘的 我們家的嬰兒床 沙發 地毯下也都有放 我們家的就是這個 但是我是在二手店嗎 我才買五百塊 那是二手的啦 這個是有在嬰幼兒的車可以貼的 真的不愧是日本耶 連這種貼紙都要做得這麼可愛 這麼勸敗 好好笑喔 有的時候孫子會坐在這台車 我應該要買這個給我婆婆的 但是它的背景色是粉色 我婆婆一定不要 在IG上應該很常看到這個吧 幫嬰兒拍照每個月的紀錄 還有像這個二分之一歲的紀錄 還有出生時候的命名字 好了大家 我現在已經逛完回來車上了 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嗎 因為平常都是拍生活影片啦 那偶爾拍一種像這樣子介紹的 因為畢竟現在觀光已經恢復了嘛 你們應該會有興趣想要看一些 日本的專門店啊 還有一些觀光類的內容 所以就稍微拍一個不一樣的 那這支影片呢 文莫我們有抽獎 就是我剛剛還是買了兩個這個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我想要送給觀眾 只要你在這支影片下面幫我留言 當然有些觀眾真的只是純粹想要留言 沒有要參加的 那如果你是想要參加抽獎的 你就在留言的後面幫我用一個括號 然後註明你是想要參加抽獎的 我就會從裡面抽兩位出來 贈送1月28那天抽獎 那下個月2月的時候我會回去台灣 回去的時候我再寄出給大家這樣囉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 跟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而且 超快